大家好 我是大雄 根据路特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无人攻击机袭击了俄罗斯 诺夫哥罗德州所立其军用机场 导致起火并造成一架军用飞机受损 这一波爆炸从画面看 好像图尔尔轰炸机附近的K722巡航导弹 也发生爆炸了 诺夫哥罗德州位于莫斯科和圣比德堡之间 距离乌克兰边境有大约900公里 该机场是俄罗斯图尔尔M逆火超音速轰炸机基地 在去年10月 乌军无人机就袭击过在俄罗斯卡路加州的 谢科夫卡图尔尔轰炸机基地 这次袭击行动肯定有美国支持 首先 乌克兰在不掌握俄罗斯全国高精度电子地图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发动这种远程袭击的 乌克兰必须要知道 整个俄罗斯欧洲部分高精度电子地图 要清楚俄军防空系统部署的位置 雷达探测范围 而且采用超低空飞行 必须要对沿途900公里俄罗斯各个城镇 村庄树林山丘有非常精准的电子导航 在这次袭击当中 没有美国的情报支持 乌克兰根本就不可能出动一架无人机 一下子就命中了在900公里外 俄罗斯一座军事基地停放了一架飞机 其实真正的无人机并不值钱 就是在80年代的航模上 加上美国卫星通信系统 再弄上几个摄像头 无人机操作员根据美国卫星 实时传回来的画面 美国电子地图和导航系统 对俄罗斯轰炸机基地展开袭击 为什么必须要有美国卫星通信系统 因为无人机飞好几百公里 必须传回来视频信号 否则操控员怎么知道目标在哪里 如果光靠无线电雷达信号 无人机操作员就只能靠瞎蒙了 那为什么都打不了 普京说过 俄罗斯不仅仅在与乌克兰作战 也在与整个北约集团在战斗 这是有针对性的 美国虽然没有援助乌克兰战机 没有援助乌克兰大型无人机和远程导弹 但是美国却通过卫星通信情报 电子地图和零配件 让乌克兰无人机有了袭击俄罗斯 纵身目标的能力 当然美国的支持也并不是无敌的 在乌军无人机袭击俄军机场的同时 乌军还有一艘无人艇 在黑海海域袭击俄罗斯巡逻舰 俄军军舰猛烈的扫射摧毁乌军无人艇 而在附近空中就有美军 MQ-9A无人机和P-8A反潜机 在为乌军无人艇指示目标数据信息 在乌军还出动了五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 但是就在穿越国境的时候 俄军电子战部队拦截四架乌军无人机 还有一架乌军无人机命中莫斯科展览中心大楼 从乌克兰袭击可以看出 乌军非常重视对黑海舰队和俄军轰炸机基地的袭击 因为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打击的主力 就是黑海舰队和轰炸机部队 同时黑海舰队使俄罗斯控制黑海进入地中海 支援叙利亚的主力 而俄军轰炸机则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核武装力量的主要骨干力量 战略轰炸机、战略核潜艇和陆基洲际导弹 是俄罗斯的精神图腾 是俄罗斯的脊椎骨和俄罗斯力量的具象化 因此无论是乌克兰还是美国 都把俄罗斯黑海舰队和轰炸机部队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必须除之而后快 乌克兰为什么这么疯狂的与俄军作战 还敢于反复袭击俄罗斯本土目标 甚至是无人机袭击莫斯科 在俄军不断发动导弹打击的情况下 乌军还是敢领着刀子上去互相扎刀子 这就是要说呀 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 乌克兰爆棚的民族主义了 很多人说乌克兰是在为美国打仗 这也对也不完全对 乌克兰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打仗 否则就无法解释 为什么乌军战斗意志这么疯狂 战争打了19个月了 俄军才俘虏了数千名乌军士兵 俄乌战争带给了乌克兰什么呀 如果说俄乌战争带给了乌克兰什么好处 可能就是第一次出现了全民性的乌克兰民族主义 乌克兰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国家本身呢 散装性太强了 在基辅周围地区是乌克兰民族的发源地 在哈尔科夫顿巴斯和奥德萨 最后大量的俄罗斯族在乌克兰西部地区 实际上过去是奥匈帝国和波兰的领土 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斯大林才抢过来分给了乌克兰 乌克兰西南方向的外卡尔八千地区 过去是匈牙利国土 现在那里还有大量的匈牙利族人 克里米亚则是50年代苏联分给乌克兰的 实际上散装的乌克兰有着非常大的分裂隐患 因为乌克兰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共同历史太短了 共同认同非常弱 而且除了乌克兰本族以外的各族各自 都有各自的外部靠差 实事求是的说乌克兰有分裂成几个国家的潜力 但是俄乌战争改变了一切 乌克兰研究院院长沙西利普洛基表示 从历史来看 战争的冲击失败的耻辱 以及国土沦丧的伤痛 都曾被当作增强民族团结 和塑造强烈民族认同的工具 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的进攻方式明显转向了无人攻击 利用无人机 乌军对莫斯科已经发起了多次进攻 只是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 就在报道当日 乌克兰再次发动袭击 无人机直奔俄罗斯首都而去 随后俄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已经成功挫败了乌克兰的恐怖袭击 保证了莫斯科的安全 然而袭击莫斯科压根不是乌军的真正计划 它的目标是俄罗斯西部的军用机场 最新消息显示 在无人机突袭莫斯科的时候 一架无人机同时从乌克兰起飞 前往诺夫哥罗德州的俄军机场 随着一声巨响 俄军机库被袭击 大火在机场上燃烧 导致一架俄军战机受损 很显然 乌军这次的计划成功了 对俄军机场进行了军事打击 事实上 这不是乌军首次成功袭击俄军机场了 早在几个月前 乌克兰的无人机就已经在 俄罗斯的西部地区活动了 他们曾多次的对俄军机场发起袭击 造成俄军士兵受伤 战机受损的情况 那个时候 乌军利用无人机发起突袭的成功率还不太高 但随着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多 乌军的无人机已经多次达成了袭击目的 对俄罗斯造成了安全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 无人机不是乌克兰的唯一无人设备 该国还有不少的无人舰艇 就在不久前 乌克兰利用一艘无人舰艇发起袭击 黑海沿岸的俄军港口遭到了无人舰艇的袭击 一艘俄军战舰被携带数百公斤的无人艇击中 严重受损导致无法执行任务 事实上 乌克兰这样的行动固然可以让俄罗斯承受损失 但更大的可能是攻击俄罗斯本土将会导致军事对抗的升级 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可能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击 这可能导致高强度和长期的战斗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到了那个时候 乌克兰将会更加无法应对战争 直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不仅于此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 可能引发整个地区的动荡 周边国家可能会受到波及 冲突可能扩散到更大范围地区 这将导致更广泛的影响 包括人员流离失所 内部离赛和国际关系紧张